我们在夏季养兰花除了担心烂根枯苗之外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能大家忽略了就是这种碳居病 这种碳居病的话一般出现在新芽 而且它这种斑点是圆圆的 那么这种情况也是由于土里面的有害菌过多 导致新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在夏季养兰花一定要防烂跟防病害 那么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增加养护环境中风 平时浇水干豆浇透 适当的给它用点这种烂根中用二枚林来对水浇灌 因为这种二枚林它既可以预防烂根 又可以预防各种病害 因为兰花各种病害90%都是由于土壤里面 有害菌太多烂根引起的 所以说根好了我们的兰花自然就长得忘少生病 所以说我们可以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尤其是刚长新芽的 我们对水浇灌可以促进长根 又可以预防各种病害 是养兰花的好东西 尤其是在夏季 这个二枚林除了兰花可以用之外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 尤其是在夏季 正常来说夏季所有的花卉 我们都会一个月用一次预防烂根 尤其是在阳台养花 同富环境不好 那么是非常容易生病的 好了我们下期见